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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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定的答案 那還有一個是和弦之後和弦 和弦就會讓你的聲音變更厚 譬如說 因為彈的音比較多了 那李宗盛的聲音就比較厚 這樣聲音就很厚 那我會 你也可以彈很厚 就可以知道什麼 你也可以是這樣的效果 就是各種效果都可以 那我剛才在彈和弦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做比較挺 因為我就說我的 就我比較瘦小一點 所以我這樣放下去 我本身的重量很高 像這樣子 那我要讓它更大聲 我要做挺一點 去用身體去推 還有就是 關係到很多專業 比如說什麼 我的手肘放鬆 我把力氣瞬間推出去 你就可以做出比我的身形 還更響亮的聲音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看一下 進階的音色 這個叫做莫達特的鋼琴重音曲 它現在沒有題目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想像 想到這個要怎麼彈 完全不知道 但沒關係 我們就用景點來彈一段 中間這裡好像有一堆音曲 對 沒錯 我們就彈粒粒分明的音色 在這邊試試看 那我先彈一個這個地方 是沒有粒粒分明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 咦好像鼓哩鼓哩鼓哩 好像滑雪的感覺 那什麼樣是莫莫達特的 它每個聲音都是一顆一顆 你就會覺得 它好像很透明的感覺 那聲跟琴也有關 如果今天用的是一個 很好拍子 很好的平台琴 我就可能彈出莫莫分明的 跟珍珠一樣透明的音色 差不多這樣我覺得就已經很不錯 那我現在先彈一次 就是一般學生很能看到符 然後彈出來的感覺 好 這是算有程度的 因為它技巧可能不錯彈出來這樣 大家其實有一些問題在裡面 首先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旋律它沒有去唱 它是像講話一樣 你不可能講說 大家好我是Gini 你不可能講 大家好我是Gini 這樣 它現在彈琴的就是這樣 好像打字機在打字的感覺 你完全沒有音樂的線條 你一定講說 大家好我是Gini 你會有一個線條 你有很多的音色音樂性 音樂在裡面 然後剛才我做到這個 所以你的學生有問題 除了是它彈的不平均 就 有的音大聲也靈小聲 就怪怪的 或者是 這個就是它的手指獨立性不夠 所以它們就有一顆一顆的 那還有就是 它不懂莫達克在幹嘛 譬如說莫達克呢 它的音樂課程是比較輕巧輕盈可愛的 那你在最後這個地方 彈到這麼大聲 我就會以為說 你彈得好像貝多芬 或者是其他作曲家 不會覺得說你彈的是 莫達克 但我沒有說一定 我說的這樣就是對的 其實我就說詮釋有很多種詮釋 你可能自己把它 你能把它解釋得很好的話 能說服我的話 那我也會同意你的詮釋 那我現在就彈一遍 是我自己彈這首曲子 彈出來加上音色的感覺 我要再找一次 這彈情很難做出音色 所以我會想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彈 主要就是以一個 粒粒分明的音色 來詮釋這首曲子 那其中還有很多細節 這個我們就不彈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很基本的 聲音給我們的感覺 好 就到下一首 欸OK 粒粒分明炒飯 就是喚起大家的記憶力 喔 對不起 我怎麼漏掉這麼多 我剛才彈的那裡面 也加入了粗階音色 粗階音色 就是剛才講過 就是漸強漸弱 要推階音色 然後加跳音 加踏板 加速度 可能會有些人比較懂 音樂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彈 古典時期的 莫扎特這個曲子 我要加踏板 那不就變得很加浪漫派 浪漫派就是 用比較踏板 就變浪漫 加踏板 變比較夢幻 那為什麼我會唱一點點 因為我剛才說過 這台 每一台鋼琴都是不一樣 這台鋼琴呢 它給我的感覺 它是比較扁之外 它還有聲音比較短 所以我一彈它 聲音就沒了 它補起來 鋼琴聲音連續比較長 那我如果又不踏踏板的話 尤其這個soul的聲音很似 所以我會想要 很滑一點 變得比較圓滑一點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 彈鋼琴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去 依鋼琴不同 去調整你的處境 那再來我們就要來玩這個比較難的曲子了 這個曲子有題目了 叫做銀波 可是銀波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沒關係 銀波就算知道了 你要怎麼彈這個曲子 我還是沒有任何的感覺 沒關係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個曲子 裡面用了哪一些技巧 就我剛才說的進階音色的技巧 比如說把這一圈起來的這幾個 這幾個呢就是有共鳴的八度音 什麼叫有共鳴八度音 我剛才有說過八度音就是 就是這樣的感覺嘛 但沒有共鳴的八度音是怎麼樣的呢 我先彈一下大家左邊那個 那一個區塊的 沒有共鳴的八度音 我好不容易彈到最後的音啊 有沒有覺得很吵 沒有共鳴的八度音 會讓大家覺得耳朵覺得很疲憊 然後聽完這個音 可能我整場音都會 都用這樣沒有共鳴的方式彈 讓你聽完你只會覺得 哇這個人彈技巧真好 只要手能動這麼快 可是你不會有任何感覺 那有共鳴的八度音會是怎麼樣的 那到最後我再把力氣放下去 就是我要設計一下我這整個旅程 我要怎麼樣去處理 我不會全部都用一樣的音量 那再來還有些什麼呢 像波浪起伏的爬音 這什麼意思 我剛才有講過爬音就是 但比如說 就是 這樣就是一個爬音 但是為什麼要像波浪起伏呢 因為我就覺得這個地方 它又剛好寫一個小聲 我就想要用這樣的方式來玩玩看 那我也可以不要像波浪起伏 我先來一個沉重的爬音 這樣 比較沉重一點 前面這個是八度音 所以它其實就是八度音加爬音而已 那我現在來一個比較波浪 舒服用來一點的爬 的這個區域 對 完全感受就不一樣了 那我為什麼會想用這種方式 是因為我覺得前面那個旅程已經太 太轟轟烈烈烈了 就已經翻出翻夜了的感覺 那再來還有莉莉分明的爬音 像我剛才說 喔這個就是爬音很典型的 就是 它用的是抖米拉三的音 那什麼叫莉莉分明的爬音 那什麼叫莉莉分明的爬音 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這個音 就是莉莉分明的 這樣子 那我也可以用的是很沉重的爬音 就像剛才說的 你自己去詮釋 或者是我想要的是 或者是 我也不知道 就各種感覺 嗯 好了 先到俏皮的好了 俏皮的爬音 可能就加一點跳音在裡面這樣 可是我說過要符合邏輯喔 就是如果你這邊突然可以要出現一個 因為前面是一個 音在接一個爬音 我如果把它弄得跳音 聽起來會很奇怪 你就會覺得 欸怎麼好像不太大 它的音型是從下往上衝上去的 所以我也會想要一次一步出去衝到最高的音這樣 那這個就是經驗判斷 再來我還有真誠的爬音 大家也試過 還有這個是華麗的音階是什麼意思呢 音階就是美國 這樣是一個音階 這樣是一個降拉的音階 如果我什麼都不要做 就是 這樣 那華麗的話 我可能就會想要讓它 後面再把音色亮出來 就覺得它好像變得比較華麗 我自己的感受 你可能聽到我彈這裡的時候 你不覺得華麗 可是你應該可以明顯感受出來 它跟前面的感覺不一樣 它是一個新的音色 好 那我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些了 它有一個灰暗的音群 灰暗的音群就是 然後暗暗的 那我也可以很悲壯的音群 這樣很悲壯這樣到最後 我現在就再加入初間音色 然後再重新彈一次這首曲子 好 我先彈左半邊這個部分 然後是加入我這些音色變換的 然後右半邊 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前面一開始第一行它是一個前奏 前奏有點像是 我要說故事前 我會先講一件影言的感覺 所以它有三次 它會三次 雖然不同音 可是是很像的東西出現三次 所以我想把它解釋為 它就是 大家注意聽我要說一個故事囉 然後第二次就是 我要說什麼故事你可以再想一想 第三次就是 好我很肯定的我要說故事了 然後才開始 然後就讓我聽懂 按著要開始打雷下雨了 然後後面就噼哩啪打雷完了之後 突然就又放輕了 這樣的感覺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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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啊 就整個加入音色整個曲子就不一樣了 我如果沒有加這些東西的話 好,我這個也彈一次 你們聽聽看會變怎麼樣 可是我沒有那麼沒品 就什麼都不加 我還是加入大小聲 它上面有寫大小聲 我就加它的 這邊沒寫好,講到搞不清楚 好大聲 突然變小聲 可是也不知道要放鬆一下就 還是很好聽 因為我有中它上面的大小聲去做 只是給人的感受就不會到這麼強了 那我想要講一下為什麼我剛才自己彈的時候 彈到最後一個音色特別 我可能甚至我跳起來了 因為我覺得說我的重量真的不夠 所以我會想要用一些這樣子 所以我會想要用一些這樣子 這樣有一個力量 它就可以做出更大的聲音出來 那如果我沒有跳 可能就這樣而已 它就沒有感受通常 如果這樣 可是有一些演奏家比較誇張 就它明明重量就是可以這樣 就彈出這樣的聲音了 但它還是想要做一個炫技的技巧 的一個呈現 所以它就會這樣 所以其實你說動作要不要加這個人 很難說這樣子 只能看你喜不喜歡這個人的動作 那我現在來講一下右邊這個部分 右邊這個部分其實是前面這個部分的變奏 這是一首變奏曲 它會把前面這個主題就是 這個是它的主題 這個是它的旋律主題 它把它裡面又加更多的技巧在裡面了 可是它聽起來的聲音還是這樣子的聲音 只是把它中間加了好多好多的技巧 那如果這些技巧都沒有加音色 會變怎麼樣呢 就是這樣 聽完就覺得這個人技巧好像還不錯 也就是可以吃哩哗哼彈這些 那我現在就加入我上面寫的這些東西 然後再玩一次這個曲子 就是會比較不一樣啦 但就忽略我剛才很彈錯了所以 但整個音色加進去了之後 你整個曲子給人的感覺就會變得好像 怎麼突然這邊來個大聲 這邊來個小聲 那我是怎麼詮釋的呢 我就是覺得 這個的我就完全就不要加強下音 我就是用 不是邏輯 我就是靠我的經驗 一開始就大聲 我想要一個共鳴的大聲 哦 我就是靠我想怎麼玩 就怎麼玩 這樣大個八度 然後我就想說 既然這麼大聲了 我如果又這樣 這耳朵負擔很重 我就不出小聲 爬到最高音 然後又八度來了 所以會換這邊有一個爬音 我就會想說 那我來個像廣闊大海一樣 有一個很深的聲音 很深的聲音 很深的聲音 我們到海灣那之後我就會覺得 好 那我來玩一下 比較溫暖的音曲 我現在想要變成冰冷一點的感覺 好 這邊就是一個音階 如果沒有加速度就會變成冰冷一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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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呆呆的 我現在加了一點速度 就整個有一個花開了的感覺 好 那我覺得就進階的音色就玩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 有問題嗎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就進到下一個單元就是 流行音樂主加入音色變化 就怎麼樣把音色加到流行音樂裡面 那我覺得彈流行音樂其實也蠻好的 只是如果你沒有加音色就很可惜 因為如果你加了音色 你就有點像是在用鋼琴在替你唱歌 要不然你就只是把音 就叮叮總共彈出來而已 好 那要怎麼加入呢 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曲子 就是這個 Moon River 那這個是澳大利赫本演的《地凡內早餐》 它裡面唱歌 就是它唱的主題曲 大家有看過嗎 就點那 還不錯 好啊 很好 那就學對了 那這個沒有聽過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會給大家聽一下它裡面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男主角 就它是一個作家 然後在嘎字的時候就聽到有人在唱歌 覺得什麼聲音這麼好聽 所以他就出去看一下 才發現是女主角 然後發現女主角的時候 就看他哪種哼哼哼在唱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片段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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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雖然他唱很好聽,但我們就只能就此打住,就算我彈 如果這首曲子呢,找個譜就長這樣,其實不會很難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音樂彈出來的話呢,就會比較難 為什麼呢?因為它上面寫的,我們現在的譜上面演奏 它上面寫了什麼,它就只有告訴你要用中等弱的速度 然後最後有個漸弱,要慢慢變小聲,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還有漸慢,沒了,那我現在就是什麼都不加 就完全就是照顧上面彈一首,彈一次這個Loon River 好,我自己覺得太無聊了,就差不多到這邊打住 那我要怎麼加入音色呢? 我們現在就直接加入初間音色在裡面 就是在每一劇裡面加漸強漸弱啊,或者是有的時候加一點跳音 然後跳音加踏板就會衝上過 然後速度變化有的時候快有的時候慢 因為就像我們講話一樣,我們不可能永遠都用一樣的速度去講一個故事 我們有的時候激動的時候會想要快一點,有的時候放鬆會想要慢一點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再彈一次奏曲 那我現在就再彈一次奏曲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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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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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很生氣要覺得說我破壞了這個音樂 因為我本來把這裡的戲分子找到很快 就是要結束 就會很舒服 就如果你能把一個音樂處理讓你自己覺得很舒服 那別人聽也會覺得很舒服 也會比較符合邏輯 如果我最後來一個 突然變亮了 好像燈關了都關好了 突然就全部都亮起來就怪怪的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彈有每個人的詮釋 每個人都可以玩玩看一樣的音樂 下一個就是我最後一個想要跟 欸不對 還有兩首 這首是很有名的曲子叫《River Falls in You》 它是一個韓國作家叫《Ilu Ma》 他做出來的曲子 那他雖然是韓國人 但是他其實是在英國長大 然後也是學古典音樂的 所以他這首曲子很多學鋼琴的人想彈 但是會覺得奇怪怎麼每個地方 反而就手會卡卡彈不起來 就是因為他用的是古典的方式去做曲 不是說以旋律為主的方式去做 像剛才那個《Moon River》比較好彈 就是因為他是以唱歌的方式去做 所以他不會做出這麼難彈的一些技巧的東西在裡面 那這首曲子我一樣就是按譜上面彈 結果發現譜上什麼都沒有 好 那我現在就照譜上面彈這首曲子給大家聽 哦 發現一個東西了 有一個速度寫65 所以就慢的不要太快 就不可能這樣 不是這樣子就是慢的 對不起哦 這樣子彈太快了 太快了 我太開了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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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覺得這首曲子本身寫的很好,所以就算我沒有加入音色,它還是很好聽 但是如果加音色會變怎麼樣呢?我覺得可以加一些... 對,右邊這邊看起來很薄的地方,我們就用粒粒分明的音色 然後再加入粒粒音色看看會有什麼樣的效果,然後加想像力 對,好,怎麼加想像力,我現在就用我的方式來告訴你們我會怎麼想像 比如說我覺得前面這個地方,這邊對不對? 它一個框結束了,為什麼會知道結束?因為它會出現兩拍,要等一下 又第二次,又出現兩拍,我又要再等一次 就是它譜上面寫的,告訴我不要停一下,為什麼一樣的東西出現兩次,然後第三次 才開始在唱歌,為什麼勒?如果我都彈一樣的就會很無聊 所以我現在想加一下情境,就前面這邊感覺是有一個人他在想過去的東西 可是他有點想不起來,就是很稀薄,依稀想起來的感覺 第二次就覺得,它好像想起來一點點 所以我就把音量出來一點,好像越來越明顯了 第三次好,我要開始說我的故事 然後我現在錄出我幾個音色 然後我再錄出我幾個音色 然後我再接一張 然後這邊有我的音色,享受,享受 就是我自己的音樂,我想怎麼處理都可以 我現在就把這個曲子呢,就一樣照我的方式彈一次 我剛才說的,請你對我來說 我走到你去看 我現在的音樂,這次是有一個音樂 我現在的音樂,我想什麼 我現在就想到我再錄一次 我現在就想到我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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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